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听到欧阳这话 张凡眉毛一跳 哦 什么情况 我们这次去对付的那个精怪 灵魂攻击和物理战斗能力都很强 我们制定的对付方法是先让李松来消耗 在李松把精怪消耗得差不多的时候忽然出手 一击把精怪给灭掉 我看李松把那精怪消耗得差不多的时候 就开始布置阵法 想一击把精怪给除了 那精怪估计是本着临死要拉一个垫背的心态 对我发动了最后攻击 这攻击来得突然 而且我布置阵法正处于关键时刻 也根本没有躲避的能力 在这千军以法之际 李松停身而出 以他的身体挡下了这一击 为此他还身受重伤 如果精怪的攻击打在我的身上啊 恐怕我就一鸣无呼了 欧阳大师言重了 如果我在那个时候不站出来 您在那一击之下毙命 剩我自己一个人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恐怕也得死在那 所以我当时那么做 也不仅仅是为了救你 更是为了救我自己啊 李松这话说得十分的实在 难怪张凡看李松饥饿宫的位置 有一团黑气呢 你们两个呀就不用互相客气了 总而言之呢 你们这次的合作十分的愉快 对 合作得很是愉快 欧阳老头点了点头 继续又说 小凡啊 我们两个这次过去 无意中查到了一个情况 你可能会感兴趣啊 什么情况 说说看的 我们这次办事的地方 是卫县 在和那精怪交谈之时 那精怪无意中 提了一嘴 卫县中扎根的各大势力 有些个势力你知道 像进风宗雷霆宗什么的 可除了这些之外 还出现了一个 你很感兴趣的新势力 这个势力 就是汉原族 张凡听了 眼中闪过一丝光芒 而后紧跟着问 他们现在 已经在卫县扎下根了吗 在什么位置 张凡的确对于汉原一族 很感兴趣 因为汉原一族的人 和他爷爷的关系很大 据那精怪说呀 他们正在寻找 扎根的位置 还没有什么准确地址 而且 这次足足出现了 三十个汉原族人 咱们之前 可从来没有见过 如此庞大的 汉原族人队伍啊 哦 那那个精怪 还有透露别的消息吗 别的就没什么了 欧阳老头摇摇头 据李松的师伯说 金三角地区 汇集了大量的汉原族人 并且 在金三角地区 有着很大的势力 这里忽然出现的 三十个汉原族人 会不会 是从金三角那边过来的 毕竟除了金三角地区之外 还没有听说过 有大量的汉原族人 汇聚之地呢 之前那些个势力 把总部移到此处 据说是因为 华中省有宝物要出事 距离当时 传出这个消息的时间 已经过了一年多了 如今汉原族人过来 会不会也是因为宝物呢 张凡的脑海中 闪过这两个问题以后 又把目光 投向欧阳 走吧 再看看你孩子 好 欧阳应了一声 而后三人一同去了卧室 看了孩子 孩子面向 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银唐位置那缕 若隐若现的魂旗 依旧还存在 张凡和孩子玩了一会儿 安慰两句 便和李松一起离开了 上车以后 坐在副驾时的李松 对张凡问道 张先生 看您的样子 对汉原族似乎很感兴趣啊 是啊 你对汉原族有什么了解吗 我师父收留我之前 我一直过着乞讨的生活 我们那个乞讨队伍里 就有一个汉原族人 当时我救过他的命 他很感激我 我们两个人的关系也很好 我师父收留我以后 我们也一直保持联系 他现在就在金三角呢 如果有什么需要了解的 我可以帮您问他 张凡听后 看了眼李松 轻轻地摆了摆手 如果张凡只单纯地 想了解更多汉原族人 让李松签个线也无所谓 可现实并不是这样 汉原族和他们家 仇怨是很深的 并且似乎还是那种 不共戴天的仇恨 张凡如果借助李松 去了解对方的话 那无疑是在利用李松了 如果最后真的因为李松的牵线 导致金三角地区的汉原一族 出了什么问题 给他那位朋友带来灾难 李松会生不如死 内疚一辈子的 张凡不愿意这样 他不是那种为达目的 可以牺牲别人的人 在张凡看来 有些事情正大光明地 解决是最好的 见张凡拒绝 李松便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其实他内心是有些疑惑的 毕竟他明显看出了 张凡对于汉原族是感兴趣的 张凡先把李松送回家 而后又回到自己家里 他伸着懒腰进了自家客厅 抄起玄关的水喝了一口 余光扫过茶几时 忽然看到了一个牛皮纸的信封 他离开的时候 茶几上可是根本没有这个的 他快步走过去 先打亮了一眼信封的表面 信封表面没有半个字迹 他把水平放下后 把信封拆开 那里面是一张 折得整整齐齐的信纸 张凡把信纸抽出来 把整张纸展开 看到信纸上面的字迹后 张凡的瞳孔一缩 这是爷爷的笔迹 是爷爷给自己写的信 张凡的心情顿时激动无比 下一刻 他蒙得环顾四周 一边喊着爷爷 一边跑出别墅 目光所及 尽都是思念 喊了几声无果 重重叹息一声 如果爷爷想见他 一定会在家里面等他 而不会只留一封信了 张凡把信纸展开 一行行熟悉的笔迹 映入他的眼帘 小凡啊 我离开之后 发生在你身上的大部分事情 我都知道 这些事你处理得很好 你长大了 爷爷为你高兴 看到这里 张凡的脸上 付出了一抹欣慰的笑容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